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神舟12号相比 神舟13号任务有哪些新的特点 航天员长达半年的太空生活如何保障 女航天员的加入将为中国空间站带来什么 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全国空间探测技术 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对这些问题进行权威解读 庞教授您好 你好 神舟13号飞行任务是中国空间站的第二次载人飞行任务 与神舟12号任务相比 神舟13任务有何新的看点或特点 这次首次在太空执行六个月的任务 另外有女航天员上天 所以还是有一些看点的 比如说第一就是要深入地验证航天员载轨长期驻流的保障技术 这包括空间站的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 这个技术 还有航天员物资供应管理 还有航天员的健康方面的一个管理 因为时间长了 所以要看他们在这六个月中 这个表现的怎么样 为我们后续的长期驻流做一个准备 第二个就是飞船的长期驻流的保障技术 上次是三个月 这次是六个月 所以要针对空间站复杂的一个构型和它的姿态 看它所带来的一个叫什么热外流的一个影响 所以对这个飞船从神舟12号开始 就对它的热控技术和对它的电源技术已经进行了改进 这次要再一次用六个月时间来验证一下 它在这个期间表现如何 第三个就是要掌握航天员长期载轨驻流的生命 生活工作经验 这个生理心理的变化 我们神舟12号任务 这个完成的很圆满 但是呢一两次成功呢 不代表成熟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次的这个任务呢 要再一次检验 比如航天员和基业币共同完成的这个出舱的任务 再一次检验这个东风着陆场 在不同季节的这个搜索救援能力 神舟13号飞行程组载轨驻流时间再次延长 这对中国空间站建设 开展科学实验分别有什么意义 未来半年空间站会开展哪些血科试验 可能有哪些技术成果普惠大众 航天员载轨驻实验长了一倍呢 可以完成更多的这个科研任务 另外呢可以完成这个需要航天员长期载轨驻流的一些任务 在核心舱上已经有一些实验柜了 这个每个实验柜啊 都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实验室 神舟12号航天员上去已经组装调试这些实验 并进行了这个测试方面的实验 这次航天员上去就可以直接开展实验了 其中比如说像人系统实验柜 高微重力这个实验柜 无容器科学实验柜 第三个那个实验柜呢 这个效益可能更凸显一下 我们在地面要进行冶炼 一般都要有容器装上容体冶炼 这会带来什么问题 在高温的情况下呢 这个容器会对这个容体啊 引入这个杂质啊 你高温情况下 另外呢容器如果温度太高了也不行啊 太太高了 而我们利用太空的微重力的环境呢 就可以开展这个这个这方面实验 我们这个实验柜呢 就可以对这个利用这个静电的方法 控制这个在微重力情况下这些容体啊 让它在无容器进行无容器的实验 就让它它本身可以悬空啊 进行无容器实验 这样呢就可以规避这个问题 这个可以就用高温啊 这个融化这些悬浮的这个容体 然后呢进行这个呃提炼 有的是温度我们利用激光 两种激光器呢 加高温度能达达到3000多度啊 可以就是开展一些新型的实验 提纯这个呃 冶炼出非常纯净的这个材料啊 完了再研究这个材料 可能这些对地面有直接的这个用途 航天员载轨驻流时间的延长 会为任务带来哪些挑战和风险 空间站和地面分别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有何应急准备 呃因为这次这个时长啊 延长了这个一倍啊 六个月 呃这也是达到了目前国际空间站的一个水平 因为这个大量的研究表明啊 六个月啊 呃是一个 既这个保证了航天员的身体情况 又保证了这个经费 能够比较节省的情况 一个最佳时间 这个延长驻流时间呢 会这个影响航天员的这个 生理和心理这个情况 这个影响会更大一些 比三个月更大一些 比如在生理方面呢 呃由于微重力环境这个影响 你在这个太空时间呆的长了 从而导致啊 这个骨质会脱钙 就肌肉会萎缩 目前有几项对策啊 呃最重要的对策就是这个 要再会要加强锻炼 可能比神舟十二号要锻炼的更多 用各种器械 我们上面有不是跑台啊 还有公立自行车啊等等 各种器械啊 这个锻炼这个上肢下肢啊 啊一般可能一天得锻炼两个小时以上 第二个呢是用这个叫企鹅服啊 企鹅服呢它是一种压力服 第三个呢是用一种叫负压筒的一种装置啊 这个航天员这个在实用环境下 这个体液都往上走 它没有重力了嘛 所以脸都比较大 这个我们叫月亮脸啊 就胖就胖一些 所以用负 这个航天员这不输啊 用负压筒 把这个体液往下走一走 第四个呢 就是要这个吃一些特殊的药 吃一些特殊的药 包括中药西药 我们有一个特色啊 不仅有西药我们还有中药 另外呢 要补充一些水源 还要加强营养 还有这个维生素 这些东西这个要加强 还有就是要上天前呢 要进行相关的训练 沈舟十三号飞行任务中 首次有女航天员入驻中国空间站 外界对此非常关注 与男航天员相比 女性航天员是如何选拔训练的 其选拔训练有何特殊之处 女航天员的加入 对中国空间站建设有何特殊意义 载人航天啊 它有一个特点 一个是这个任务兼具 第二个是技能复杂 第三个呢 这个环境比较特殊 第四个呢 确实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呢 对这个航天员的身体这个条件啊 和这个心理素数啊都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 女航天员也不例外 男女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标准是基本一样的 没有针对女航天员的特殊的选拔和训练标准 空间站出现了以后呢 这个航天这个任务啊 比较复杂 所以进行了分工 有这个飞行专家 我们也叫航天驾驶员 有任务专家 叫航天飞行工程师 甚至还有载荷专家 女航天员现在占这个 整个航天员队伍中一般是10% 从全世界来讲 这个而且大部分呢 都是这个任务专家 这是跟女航天员的这个生理啊 心理情况是有一定关系的 比如女性呢 这个脂肪比较多 平均这个个头矮一些 这个体重也这个小一些 而且有氧运动的 这个能量呢 也比较低一些 也有个别的是这个飞行专家 比如说美国航天飞机 第一个女驾驶员和指令长 柯林斯 经过大量的实践 包括理论研究 女航天员啊 这个有执行太空任务的 这个能力 而且在某些方面的 这个感觉更敏锐 而且心思呢 这个更细腻 这考虑问题呢 更全面 处理问题的更注意方式方法 还有这个交 这个沟通能力啊 更好一些 还有就是在 这个微重力环境下呀 女航天员的 这个磁激素和美的代谢啊 优于男航天员 还有就是 女航天员呢 这个在这个环境中呢 她身体中的铁含量和这个 废物啊 这个代谢比较低 所以这个 她认为是比较适合 这个长期太空生活的 这样呢 她的这个不易于啊 这个不容易得这个 比如说 这个铁中毒啊 还有这个血栓啊 还有血管经年 痰痰啊 还有心理紊乱 作为入驻中国空间站的 首位女航天员 王亚平已经是 第二次进入太空 选择王亚平作为 沈州13号飞行船组成员 是处于哪方面的考虑 她的身体 心理呢 都比较成熟 这次呢 是我们首次 逗留六个月 所以呢 派王亚平上去 有这个 有一个明显的优势 就是 女航天员啊 这个长期 这个 长期载轨驻流吧 能够 从她这个生理构造 和这个 心理这个素质讲呢 她呢 就是 比 可能 更成熟一些 更稳健一些 这个 对 航天环境的适应能力 更持久 她呢 能给乘组带来活力 这个是 这个 配合呀 更顺畅 这个 工作效率更高 能够 上去以后 开展更全面的 这个航天医学实验 还有就是 她已经上过一次天了 她是 有经验的 这次我们也是 以老 再新 两个老的 一个新的 这样还是比较合适 我们注意到 天舟三号 货运飞船 专门为 女航天员 送去了化妆品 女性服装等 日用品 为迎接 女航天员 中国空间站 做了哪些准备 将如何保障 女航天员的 长期载轨工作生活 根据 这个 女性的生理特点 和这个生活需要 我们还确实 应该做一些 特殊的一些准备 比如说 这个我们飞船的 这个座椅 就是根据 这个女航天员的 身材 进行这个 一个特制 让她 无论上天 这个还有返回的时候 都是一个 是比较舒适的 第二个呢 就是对她的 这个舱内航天服 上夏天 上去和返回 叫穿舱内航 也进行了 这个 定制 尤其是对她的手 女性的手呢 都比较迁细 我们给她做了 特制的手膜 做了适合女性的 这个手套 这样她 就是穿上以后 无论这个 工作 还处理其他的问题的话 都会比较方便 还有就是 对她这个 大小便的收集系统呢 也 她的高度 距离呢 也进行了一个调整 给她 就配置了什么 巧克力呀 甜点呀 还有一些补血用品 我们天舟三号呢 还根据这次任务的需求 给她 还有这个卫生用品 甚至化妆品 可以带少量的化妆品 要求是无毒的 这样呢 女航天化妆以后 可能状态更好 针对女航天员的一个生理特点 就是月经的问题 实践表明呢 这个在太空啊 女航天员的这个月经啊 是没有特出的一些状况的 这月经基本是正常的 但是呢 这个在月经期间出舱的话 进行太空行走的话 是容易得减压病 所以在月经期间呢 是一般不太空行走的 此前 神舟十二号飞行程组三名航天员 都进行了舱外活动 神十三任务期间 女航天员是否有可能开展舱外作业 航天员在空间站 是否会有任务分工 这个女航天员上去啊 这个会进行 这个舱外作业 从而呢 诞生中国太空行走第一女 这个 这不光是一个荣誉啊 而且我们要探索 女航天员 舱外行走的一些这个规律 特点 优势 等等 她们女航天员啊 整体来讲身材比较矮小 这个 但是呢 这也有优势 因为在舱外活动的时候啊 身体比较难控制 如果身体小呢 这个身体呢 就更比较容易控制 这样可以完成一些 更细腻的 这个一些工作 在太空啊 一般都是航天员要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 开展这个 这个 航天医学和生命科学的研究 美国航天员 格林呢 他也是 在77岁上太空 研究 这个 长期太空生活 对老人 生理心理有哪些影响 所以我们这次 王亚平上去 包括其他的航天上去 也可以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啊 尤其王亚平上去 以可以开展以女性为主的这个航天医学和空间科学生命这个研究啊空间科学生命研究的一些情况啊为以后长期载人航天啊做这个准备 我们注意到天州三号货运飞船又向空间站送去了一套90多公斤的舱外航天服 中国空间站目前已经有三套舱外航天服 这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 与之前的两套舱外航天服相比 这套舱外航天服有何不同 这个天州三号啊 这次运去的航天服重量要比以往的要轻一些 但是它的性能啊 还是跟另两套航天服的性能是一样 达到第二代这个飞天舱外航天服的这个性能指标 目前世界上女航天太空行走次数少 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专门的适合女性的舱外航天服 最典型的意义的就是美国曾经要搞一次全女性太空行走 就是一般太空行走出去两个人 一般都是一男一女或者俩男的 后来他们要想因为女航天多了 他们想搞一次全女性太空行走 后来推迟了 为什么当时空间站上只有一套适合女航天员的服装 这个舱外航天服 后来呢又运去了一套 这个比较小的适合女性的舱外航天服 才完成了首次全女性太空行走 所以这个航天服啊对于太空行走是很重要的 为保障神舟13号飞行船组半年的物资需求 天舟3号火运飞船装载的货包数量比天舟2号更多 为方便航天员快速锁定和使用包裹 科研人员做了哪些设计 为了保证航天员啊 这个很方便的寻找出所需要的太空这些包裹 我们在空间站上设计了一套货物载轨信息管理系统 如果航天员想找哪个包裹 比如想找鱼箱肉丝了 我们就通过这个空间站上的电脑 这个轨轨信息管理系统这个载体啊 你就输入 比如你输入鱼箱肉丝 它就能告你是在什么地方 在哪个包裹里 而且是怎么走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坐标的编码去寻找 而且每个包裹上呢都有二维码 航天员有一个装置啊 它不是手机 是因为有一个装置 跟手机大小差不多 你通过扫描二维码 就能再进一步确认里面是什么货物 而且是同类货物的库存量是多少 这样你就很快捷了 还有就是根据神舟十二号航天员的这个建议 我们又对天舟三号送去的各种货包啊 就是增加了这个标识上面有这个彩色的这个蝴蝶带 每个货包上都有啊 所以航天员你进入比如说进入这个天舟飞船了 你就通过远处看见货带你就知道是哪样东西 比如是食品我们用绿色的蝴蝶带给它标示 绿色食品啊 这个深蓝色的呢就是设备 且蓝色的就是物资 天舟三号与空间站组合体交汇对接后 空间站呈一字构型 神舟十三号靠拨后 空间站的构型再次改变 空间站构型及其变化有何讲究 中国空间站为什么设计成T字形 空间站的构型呢 这个是要保证它的主结构 和它的这个质量啊 要尽量的对称和这个紧凑 这样呢能够保证它的质心能够居中 这样可以少可以这个大量的可以少消耗 这样可以少消耗这个因为这个姿态控制 所需要的能量 这个核心舱 一前一后对接货影飞船 就是为了一个平衡 而且我们这个飞船 小飞船上去以后呢 也是在同一个轨道平面内的一个 沿着轨道半径方向对接 所以对它这个姿态控制没有影响 第二个呢 我们装在这个尺寸和质量大小 基本相同两个实验舱 这个端部的两个太阳能电池翼呢 也能保持在空间站 这个三轴稳定对地 对地这个情况下这个姿态啊 随时能够供电 装在这个 我们叫T字形吗 这是一横等也 装在两个实验舱 这个我们设计在末端上 有这个气扎舱 所以在气扎舱泄气的时候 我们要出舱时候要泄掉气 泄气的时候呢 这个或者出现异常的时候呢 也不会影响到整个空间 占这个其他的压力舱 以后对接成一个 T字形的情况下呢 我们的核心舱 还保留着后向 前向 下向这个对接口 我们的后向是对接 货运飞船的 我们的天洲 货运飞船对接以后呢 也可以保证这个组合体啊 利用 也对接以后 可以利用这个 货运飞船发动机 使这个整个的 我们的空间站的组合体呢 进行这个轨道机动 从神十二到神十三 中国空间站 正逐步走向成熟 中国多次公开表示 欢迎外国航天员 加入中国空间站 实际上这些年来也有不少的外国航天员 正在学习中文 您认为 未来外国航天员加入中国空间站 对空间站建设和国际合作有何意义 外国航天员何时可以加入中国空间站 我觉得确实有意义 已经有 我知道有几名航天员 国外的航天员 到中国来进行训练 包括在烟台进行救生训练了 他们都是空间站的老手 他们到这个我们的空间站来呢 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经验 长期在空间站上如何生活 如何工作一些经验 我们可以取得一些新成果 因为国际空间站有可能在2024年退役 而我们的空间站呢 这个 后 就算是后起之秀 采用了很多新技术 这样呢 双方呢 各自发挥特长 完了成果 共享 这个 使我们这个 工作呢 能够少花钱多半事 第三个呢 国外航天员 他们可能带来一些新的实验 可以带来新的仪器呢 使我们空间站呢 这个 快出成果 这个 多出成果 这个 提高这个空间站的效率 我们的科学家呢 跟他们一起工作呢 也可以受到一些启示 这样呢 使空间站发挥更好的效益吧 应该是在 这个 试验舱 两个试验舱 对接到核心舱以后 就可以加入 外国旅航员了 现在我们国家 已经 就科学实验 开展全世界的 算是招标吧 已经有一些实验 通过我们的这个审定 认为 它既有科研价值 又安全 等等因素吧 已经选择了第一批 以后呢 还会选择第二批 有的科学实验呢 可能是他们上去 把实验送上去 由我们来负责来操作 有些实验呢 可能是由 他们乘我们的飞船 国外航天乘我们的飞船 上去 他们亲自做 可能实验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要亲自做 非常感谢 庞教授的专业解读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